你來到天下大事預測 習近平在2022年11月裡面 他光是六天五夜 就參加了30多個場次的外交場合 老實說還真是不只有那六天五夜 因為他在之前20大前後 就已經先和印尼走科 或者是德國的肖茲見了面 而在他回國以後呢 他仍然繼續會見各國的元首 而且展開他的外交活動 例如是加勒比海的亞馬加 還有古巴 都已經和中國有了各種不同的連線 那麼大家就會仔細思考 他這次或者說2022年11月 他說展開的外交藍圖 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這個影響是明確的說明 從2022年一直到2032年 也許還更長 整個中國和美國的整個世界 外交藍圖已經有了一個 基本上的定板定位 這個定板定位是 我們可以這樣說啊 在全世界220個經濟體裡面 前60名的經濟體之中 那麼誰站在中國那邊 又是哪些人確實站在美國這邊 或者是夾在二者之間 我們可能可以得到一個清晰的藍圖表 而這個清晰藍圖表呢 我們不妨給大家一個勾勒 這勾勒是美國主要以他的五眼聯盟 再加上晶片四國 這是他最重要的主軸 所以核心和美國真的抱在一起的 大概是10個國家 而中國這邊呢 在前60大經濟體和中國緊密相連 而且毋庸置疑的 那會有20個國家 這當然包含伊朗啊 或者是俄羅斯 緊至於我說的是前60名的經濟體 這樣一來呢 如果是前60名經濟體 你可能就會暫時先跳過 像朝鮮北韓這樣的一個國家 那麼他說那其他30個呢 其他30個還是站中間 於是在這樣的分佈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得知 所謂原來的第一島鏈為主策略 恐怕就在這樣的重新分佈下 也就是兩個國家所主導的 兩個半球的新經濟體現象 恐怕不會再繼續 以及安倍晉三所提出來的印太戰略 也其實就劃下終點 最簡單的說 光是在印太戰略事件裡面有一個印度 那就是一個極大破口 因為印度他既跟中國友好 也跟美國友好 更跟俄羅斯友好 他武器呢 是三邊他都才買 但印度他自己呢 就希望擊入前三大經濟體 甚至他希望有一天 他可以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也就是說印度從來沒有放棄 成為一個世界的大國中的大國 照這樣他怎麼還甘於做小弟呢 於是我們看到 習近平在2022年的11月那六天五夜裡面 他最主要出手進攻的 他會先從第一島鏈開始 談起第一第二島鏈的關鍵 你就會發現得從日本談起 也就是從北海道開始 因為我們知道日本的北海道 是一二島鏈的最頭頭 從那裡才開始分出第一島鏈 以及第二島鏈 那麼和岸田文雄他談的如何呢 如果按照中國那邊所公佈的 會發現兩邊談的非常的友好 而且啦 幾乎日本那邊看起來 並沒有什麼意義 也就是說兩邊會保持兩國友好 而且繼續保持他們的友誼 而且他的外向呢 馬上就要訪問中國啦 不過我們知道新聞你恐怕得 多方位的仔細觀察 那我們看日本那邊的發布是什麼呢 日本的發布他依然討論的 尖閣群島也就是吊台獵島 還有就是如果再有任何圍島 也就是圍台灣島 在發動飛彈的時候 會不會再進到他們的航空識別區 也就是說會不會再發射飛彈 到日本的領空呢 這是日本所關心的 除了飛彈會不會飛過他的領空 以及吊台群島以外 大家關心的是那台海 東海以及南海 這幾個區塊會不會 他們也提到呢 我們看日本那邊 答案是日本確實提了 所以兩邊的聲明啊 跟兩邊在會見之後 所互相發表的 其實是兩個版本 而這36分鐘其實民族珍貴 我們可以看出 日本和中國的關係在未來 至少不容易再更壞 也就是最強勢的 應該是在安倍晉在那邊 岸田文雄呢 相對來說是個鴿派 還有點值得注意的是 岸田文雄的民調 真是太低了 他已經低到只有三成 那麼這樣的一個首相 極有可能什麼時候 說不定哪個事件一來 他就給翻車了 不過整個中日的關係 和第一島鏈的關係 我們基本上可以得出一個定調 就是日本仍然是美國 最忠實的東亞軍事同盟 以及晶片同盟 或者是貿易夥伴 別忘了世界的前三次的工業革命 到了第三次是美國和日本共同發動 不過到第三次的中後段 美國又來了一次廣場協約 把日本硬給甩下來 但是接下來是工業4.0 也就是大數據AI的時代 已經正在發生中 馬上的工業5.0也是量子電腦 跟強度機器學習的時代 在未來十年要到來 日本仍然想在這裡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日本那一塊的第一島鏈 頂多只可以說跟中國保持友好 但是他沒有鬆動 也就是他的出雲號 加克號等等 這些另類的防衛艦 或者是改造型的小型航空母艦 他其實還是嚴守日本海東海到台海這一帶 那麼第一島鏈在日本這邊 顯然就不會出現破口 只是沒有那麼劍拔弩張了 於是我們就看第一島鏈的另外一塊 那就是南韓 南韓尹錫悅猶疑 他在出國訪問的時候 這個私底下講話爆出口 被媒體給報導出來 這一報導出來以後 怪怪不得了 他本來形象還不錯的人 馬上在他國內的民調就下降了 反對他的人有六成多之多 而他和中國在峇里島上的會談 時間也短於30分鐘 不過大家關心的是 尹錫悅會帶領南韓跟中國多靠近 還是他仍然會站隊站在美國那邊呢 請注意美國是有駐軍在南韓的 照這樣他想要多靠中國似乎是有困難 再者他和北韓的關係 是完全沒有互信基礎 再說一次 南韓和北韓是完全沒有互信基礎 而北韓又和中國那麼接近 那麼這樣一來呢 南韓顯然是要在中間做夾縫生存 他要靠中國恐怕很難靠得太近 但你要說他完全與中國無關 倒也有困難 於是我們最大的懷疑是 南韓會不會 會把12奈米到1奈米之間 部分的製程的秘密 轉給中國呢 我認為完全有可能 因為南韓必須交換條件 來獲得他自己的存在價值 這樣一來 雖然短短只是幾十分鐘 日後南韓和中國之間 恐怕會有很多 關於半導體或者機器等等 乃至於芯片 12奈米以下的相關合作 但到底會怎麼合作 這一定是屬於國家機密 這一點習近平應該是部分的突圍成功了 而第一老年接著我們馬上 經過台灣之後 可以看到的是菲律賓 這個小馬可四啊 小馬可四其實也不小了 他也已經65了 這小馬可四呢 在他的老爹馬可四和老娘以美來之後 他總算是要揚眉吐氣 那麼大家看一下 馬可四跟習近平 在巴蒂島上的見面啊 你會覺得像是一團和氣 我還是說你必須看各自的表述 那麼請看菲律賓那邊他說了什麼 菲律賓果然在他的表述裡面有了 關於2016年海牙國際法院 所評定的南海的海權問題 他還真的就在他們的會談之中 談了這個區塊 所以我們看到兩邊的報導啊 是有些差異的 也就是說 如果純看中國這邊的報導 會覺得兩國非常友好 似乎呢兩邊就要合作 但是我們仍然要注意 美國啊是和菲律賓有軍事協定的 哈里斯會派兵到菲律賓來的 也就是菲律賓是第一島鏈上 對於美國來說極度重要的區塊 而這個區塊重要到什麼程度呢 直接用行動表述給大家知道 在馬可四與習近平談完話 開完會發理到之後 美國立刻派白宮的重量級人物 那就是哈里斯副總統啊 精致到菲律賓來 而且再把他們的軍事同盟的 相關協定再說一次 並且非常高調的 在世界媒體上給展現出來 於是菲律賓這個區塊 你仍然必須說 他在第一島鏈的鏈結上 並沒有破口 而只是通過巴黎島的會談之後 他和中國變得相對的友好許多 他是一個變得友好 那麼我們就說那左柯總不一樣啊 因為在巴黎島會議之前的三個月 左柯就已經到中國去拜見習近平了 而且顯然左柯呢 是希望他在手機這個產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大家可不要瞧不起印尼哦 他是一個世界排名第三大的人口大國 我說的是民主 所以在民主系列是第三大的人口大國 而且他在手機產業上 也是第三大的人口大國 也就是說生產手機 他在國家比例來說 他是第三大的人口國 這兩個第三大 雖然他的國家人口這個 總數大概是兩億啊 可是使得他在東亞東協 或者世界版圖的角色上 忽然跟印度一樣變得非常重要起來 在2022年的時局裡 他就變得非常不凡了 那麼有人說印尼已經被中國給拿過去了 也就是說美國在第一島鏈上 是掉了印尼這個區塊了 是還是不是 如果從左柯在三個月行就到中國去拜訪 以及他的整個手機製造產業 而且大量的依靠中國的相關基本支撐 那這樣來說的話 顯然印尼是已經靠到中國 但美國不慌不忙 白宮跟五角大廈呢 立刻在11月中下旬派出國防部長 再和印尼簽訂相關的協約 而且要賣出15架的F-35的高級戰鬥機 這架又有了軍事的相關協定 因為F-35可不是隨便就可以賣的 那我們看看這意思是什麼呢 這意思是指印尼在戰鬥機的行列裡面 他是向美國那邊靠攏的 這樣豈不是就是另類的菲律賓的關係 只是有沒有派兵的差別而已 日本跟韓國那邊都有派兵 臺灣呢是另類的派兵 有這麼多的美國軍事顧問在我們這兒 那這個第一島鏈 你一路從日本 韓國 臺灣 菲律賓到印尼 顯然不算有明顯的破口 只是印尼非常努力的 向中國友好和經濟上的依賴 那麼再往南邊 就會到馬來西亞跟新加坡了 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說得很白 請美國不要要求他在哪邊 馬六甲海峽是大家的 為什麼他國家那麼小卻這麼重要呢 因為通過馬六甲海峽的商業隊伍 佔世界貿易總額的60% 在這個地方啊 新加坡他想要成為的是 世界經濟的重中之重 他想要取代香港成為亞洲最大的金融中心 他還想取代香港成為亞洲最大的航空轉運載 而這兩項他幾乎都成了 說不定他還可以取代澳門成為亞洲最大的賭場 光是這三項他都拿下 那要把新加坡人給好好餵飽 讓他們的人均GDP 進到世界的前十位 至少保持在前十五位 你覺得難嗎 那當然就不太難了 所以新加坡這是聰明的 也就是他在大國之間保持平衡 不管是在中國 印度 美國 或者是其他相對他來說 臨近的大國家他都保持平衡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李顯龍和習近平非常友善的互相談著 如何合作的話語 那麼總的看起來第一島鏈 對於習近平來說是友善的 那六天五夜裡面除了巴厘島 美國再加九個國家的會談以外 他接著呢就是飛往曼谷了 後面呢又有十多場以上的會談成的 EPEC 好 到了曼谷啊 我們知道雖然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插曲 不過我覺得呢不應該放大處理 就是這個泰國總理啊 拍完照和習近平拍了照以後 習近平沒有注意到泰國總理 伸手要跟他握手 但這個事情真的嚴重嗎 其實沒什麼嚴重 只是有一點另類的不巧 那我們要看實質啊 實質是泰國和中國的關係如何 那不是如何也是非常友好 他幾乎大力的支持中國 在海峽兩岸上的主張 好 那我們就看看 那泰國和美國如何 這點也不妨多讓 曼谷呢是美國在整個東亞 那天啊 僅次於東京還有首爾 最重要的情報戰 它在情報戰的功能上 還超過台北的地位 這也就是說實質上 泰國和印尼非常相似 它是站在中間的那三十個國家 它和越南還不是同一種系列 越南是很明顯的 就站到中國那邊去了 照我們現在如此的觀看 習近平可以說 在2022年11月的六天五月之行呢 是完成一個很清晰 而且很完整的東亞布局 和第一島鏈布局 那它有沒有有效的突破第一島鏈呢 我認為有 因為它光是和印尼 那麼友好的區塊 或者是新加坡 這幾個區塊 再加韓國的鬆動 就足夠中國所需要 也就是從東海也好 從南海也好 從麻辣甲海峽也好 中國在地緣陣子上呢 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突圍 再加的是東邪 東邪這邊呢 幾幾乎很少有人 完全站在美國 當然我們知道東邪 當然還包含菲律賓 以及印尼 都在東邪範圍裡面 以及馬來西亞 可是特別如果你把目光 著眼在中南半島的話 這個中南半島 就可以說是中國的後花園 它這個後花園啊 在美國那邊啊 在美國那邊 就好像是加勒比海 以及中南美洲 而在中國這邊呢 主要就是中南半島 還有南海所涉及的相關的 各個海權國家 那這個整個區塊 在巴厘島和曼谷會談之後 中國可以說一定程度 向前提升了一大步 這一大步呢 我們再回頭來看看 台灣參加APEC這邊 表現如何 我們看到張忠謀啊 他以91歲高齡 帶著他70多歲的夫人 然後呢 是第六次的代表 中華民國台灣呢 參加APEC 那這次呢 他有沒有和習近平見面 那當然有 而且他恭賀習近平 在二十大所舉行的 相關會議跟人事佈局的成功 這個恭賀可以說是代表 張東彭自己 或者代表台積電的立場都行 本來啊 台積電就在中國一直有設廠啊 別忘了南京的廠 本來叫生產7奈米 後來呢 是因為美國的攔主 所以他轉成14奈米 但是無論如何 台積電還是在中國有設廠 是不是 那我們大概 不需要啊 這個太健忘 我們來回顧一下 張東彭先生呢 他整個出生背景 他可是啊 在上海 浙江 甚至是重慶 呆過的人 而且他也在香港讀過書 讀過中學 並且在18歲是直接到哈佛 然後到MIT 博士呢 是Stanford那年 他知道 1980年代呢 才到台灣來了 這個歷史背景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麼意思就是說 他沒有明顯 基於出生地或者是 個人的這個相仇情懷上 一定得靠哪一邊 因為他對於美國中國 台積電來說 可能是等級的 那麼他的思考會是什麼 他的思考應該是 台積電的思考 而不是蔡英文的思考 也不是拜登的思考 換句話說 在這裡 他可能比較接近於 晶片四國的思考 以及台積電這個公司 如何發展 請大家注意啊 全世界的許多 關於高科技大廠 往往要過40年50年 你才知道他的 可考驗度如何 而台積電到2022年呢 事實上是還沒有滿40年 照這樣 91歲的張宗謀 他肯定是繼續 要為台積電所考慮的 到這裡你認為 台灣人的代表參加IPEC 張宗謀台積電這邊 所代表的立場是什麼呢 是一個友善的商業立場 而並沒有討論到 第一島鏈的海權問題 畢竟 請注意 本來IPEC 就是一個商業的國際組織 他稱為IPEC 是有他的道理的 你來到的是天下大事預測 觀眾朋友現在有問題要問 請說 網友提問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在搭巴厘島 僅10分鐘會見習近平 還鬧得不愉快 這件事啊 其實 真的是有得說的 因為這個不愉快 它前面是有個前提啊 各位 首先呢 是因為報紙媒體 在加拿大那邊刊登說 有11個加拿大的議員啊 涉及到 中國好像金援這11個議員 並且呢 透過網路資訊 來協助這11個議員 但這個內容 到底數真數假 還是贊助到的比例 還不確實 於是 習近平和這個小杜魯道 他們在巴厘島上見面的時候 有些對話的尷尬 但這個對話觀還來自於 另外一個部分 是杜魯道和習近平之前 談了10分鐘以後 他就直接告訴他們 加拿大媒體 加拿大媒體 也就直接報導了 而且登了 這個使得習主席很不開心 習近平就是這樣 不合適不合適 但是杜魯道就直接說 他們加拿大信奉是自由言論 這些話 可是我們事後回去看 他們現場的錄影帶 以及現場所說話的相關聲音 翻譯者啊 這個把英文翻成中文的翻譯官啊 漏掉了 錄到這段 加拿大人所信奉的自由新聞的言論 這些相關這句話 他漏掉了 而直接翻了後面的話 所以最後呢 習近平並沒有聽到這一小段話 那習近平以什麼來做為結束呢 說創造條件 創造條件 意思就是說大家努力把氣氛給經營好吧 但是 加拿大所代表的是什麼呢 請注意是五眼聯盟 而且是最靠近美國的一個國家 紅石它也是七大工業國之一 並且 加拿大的溫哥華可是生產量子電腦的重鎮 照這樣來說的話 加拿大的立場和 中國的關係 是值得拿放大機好好看一看 那加拿大到底在 巴厘島會議上和中國到底談的 算愉快嗎 當然當然是談不上愉快 所以才好創造條件 那麼就是美國的五眼聯盟 在這裡呢 加拿大和美國是一致的 日本也和美國是一致的 大家常常說日本是第六眼聯盟 雙方太少了吧 那接著大家來看看 那另外一個五眼聯盟國家呢 也就是澳洲阿斯特羅里亞怎樣 澳洲 gren欸按美聯沒有間 澳洲人你如何呢 澳洲這個新的州� powin上海 好果然它《尼泳》是有效的 我們烏衛聯盟 在澳洲聯盟和紐西蘭這個地方 恐怕掉了兩海 也就是說在軍事上 可能還跟美國是合作 但是在商業貿易上 他們已經完全靠向中國 譬如說牛肉若紅酒等等 這些部分中國可以大量採買 對於紐自然來說雖然它土地很大 但是人口它畢竟只有跟台灣差不了多少 照這樣一個經濟體的國家呢 它對於貿易需求肯定是大 於是雖然表層上它是第二島鏈 並且情報上是五眼聯盟 但是在貿易上它和另外一個 屬於南太平洋的五眼聯盟國家 紐自然其實已經選中間站 那麼五眼聯盟就少了兩塊了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五眼聯盟國家 也就是被俄羅斯指控說 當時的北溪管線就是這個國家 派皇家海軍去炸的 而且它還有這個發簡訊給美國的國務卿 這哪個國家啊 那就是英國啦 我們看看英國發簡訊的是它前任首相 Pras 後面這個首相是印度裔的 但是呢也是史丹佛畢業的 這位蘇納克 他和中國的關係如何呢 答案是完全不如何 因為直接被拒絕見面了 而且蘇納克在 在與中國可能考慮要見面之前呢 他還是說啊 他要支持台灣相關的這個軍事行動 所以那當然 習近平會覺得他很不給面子 那我們看完蘇納克 他後面做了什麼動作 哈斯在 在巴厘島會議之後 直接直奔 烏克蘭的基輔 也就是烏克蘭的新增 和什利斯基見面 而且說要提供 5000萬價值的 英鎊的 戰略物資 提供給烏克蘭 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意思呢 他當然 和美國是相連的 換句話講 英國跟美國 仍然在2022年11月 是支持烏克蘭再打下去的 所以 如果觀眾朋友誤以為 美國已經要逼 什利斯基不要打了 那你只要看 蘇納克在2022年11月底 這個動作你就知道答案了 美國和英國 是要讓他再打下去的 那麼就會一打 打過2022年的寒冬 直接越到2023年的 冬天的春天 或者說那個寒冷的初春 恐怕是就要越過了 那麼這個和平談判啊 恐怕就要往後再拉幾許了 蘇納克所代表的五眼聯盟 毫無懸念 英國是絕對對 和美國要站對 站在一起的 那麼五眼聯盟 英國跟加拿大 是站在美國那邊沒有問題 而第一島鏈的日本 仍然是站在美國這邊 這四個堅強的體系啊 再加上所謂晶片四國 台灣啊不得不一定程度上 和美國做高度的配合 例如1到12奈米的晶片 誰不能給 他說不能給 你只好乖乖的不能給 台積電也只好乖乖的 把7奈米調整成14奈米 是同樣一個意思 可是世界不是只有第一島鏈 也不是只有五眼聯盟 他還有歐洲對不對 特別是歐盟 我們在一開頭的時候就已經說了 蕭茲在之前就已經到中國去 而且是帶了他12位 各方面的商業巨子 和習近平習主席見面了 他幾乎可以說是歐盟國家裡面呢 的工業領袖大國 或者是工業帶頭大哥 那麼在歐盟那邊呢 另外一個最重要國家就是馬克宏了 習近平直接跟馬克宏說 希望法國啦 有獨立自主的外交判斷 這話意思就是 你法國可以選擇 不要跟著美國走 法國一直是這樣 法國從18世紀以來 他就一直在走他自己路 他覺得他和美國所謂這個 獨立宣言或獨立戰爭 或者是這個為民主而戰 或者是立憲 這個時間呢都差不久遠 只是一個是美國模式 一個是法國模式 憑什麼就要聽美國的 我們其實打開歷史可以看到 美國 法國 英國 他們歷限的時間非常接近 大約呢都在1770幾年到1790年之間 所以這三個國家可以說 是老牌的民主國家 你別以為老牌的民主國家 他一定百分之百互相合作 國家還是以國家的個別單位 來作為利益的絕對劃分 法國當然在這個時候 由於經濟上的緊繃 而且他又有那麼嚴重的顏色革命 還有這麼多大量的 各行業的大罷工 你說法國能開自己玩笑嗎 所以法國的選擇 毋庸置疑是 必須和中國做深度的 經濟結合跟經濟配合 好了讓我們看 歐盟裡面的經濟大國 除了德國 法國以外 還有哪幾國呢 義大利 西班牙 荷蘭對不對 這是他法國以後的另外三個 歐盟世界裡的重要經濟體 就是義大利 西班牙和荷蘭 講起荷蘭 大家一定會睜到眼睛想說 那艾森摩爾怎麼辦 艾森摩爾他的光刻機 光是跟大陸和中國啊 他的每年銷售金額 就已經是22億的歐元啊 你覺得誰會放棄這樣的一個事業呢 再給大家稍微補習一下 艾森摩爾是一個水面公司 他距離阿姆斯特丹 跟距離這個布魯塞爾 你的比利時啊 兩邊呢不太遠 換句話說他是靠近比利時的 一個荷蘭的一個小鎮 而且這個小鎮總輪口呢 不到5萬人 光是艾森摩爾啊 可能相關的人數跟家屬 就占掉一半以上了 那麼這樣一個 以艾森摩爾作為主體的tong 你認為他們的經濟要靠什麼 當然靠賣光刻機 那他賣光刻機中國要買 美國難道說叫他不賣 他就不賣嗎 那麼會談之後是什麼結果 後來之後是荷蘭那邊 他的總理說 他們仍然會賣給中國光刻機 但是他說的是 中低層次的光刻機 這個中低層次 到底是以什麼為劃分 如果按照美國的要求是 12奈米到1奈米呢 不准賣 但是在這裡我們懷疑會不會 跟南韓情況有些類似 也就是說晶片的關鍵的秘密 在某些地方 如果稍微可以滑動逃跑的話 會不會在這裡有所滑動 我的意思是說 7奈米 10奈米 12奈米 會不會部分的光刻機也賣呢 就好像韓國在7奈米 10奈米 12奈米的相關晶片製程 會不會把部分的技術 給海獅 或者是長江存儲 或者是平頭哥呢 這就沒有人能知道了 當然我想 中國想要彎道超車 絕對會在這裡面 做各項的努力 ASML說 它在中階的部分 還是會繼續去賣 那麼我們令人遐想的是 中階有沒有包含部分的7奈米 10奈米 12奈米 為什麼 因為中芯它的晶片 已經能做7奈米 而且是挖礦的 那挖礦的光刻機 請問又從哪裡來呢 當然就是從荷蘭來 所以我們合理的懷疑 它所謂的中階部分的時候 會包含7奈米 14奈米 以及12奈米 好 那麼顯然歐盟前五名的 經濟工業的生產國 已經和中國做深度合作了 這裡面要包含義大利 照這樣 那習近平在這次的六天五夜 或者說2022年的11月的外交旋風訪談 歐盟那邊可以說它是大獲全勝 對於美國來講 它幾乎是沒有什麼籌碼 叫歐洲不要與中國合作 這裡面特別與中國深度合作的 是德國 法國 意大利加荷蘭 光是這四個國家 在世界經濟所佔的地位 不用說 我們都知道德 法 意都已經是其他工業國 而荷蘭它在高科技以及相關領域 它是很重要的國家 你說能開玩笑嗎 於是我們剛才前面所給大家介紹的 站在中間的30國裡面就有這些國家 它既不是選擇美國 也不是選擇中國 它在經濟上主要選擇跟中國靠龍 可是它在經濟上是因為是北約盟國吧 當然跟美國是同盟的 這樣大家就可以知道 大概世界前60大經濟體裡面 為什麼有30個國家 它是所謂的站在中間 也就是它是在不同的層次上 以它自己的國家的利益考量來決定 哪一個區塊還要站哪一邊 可是整個歐盟 能夠全面選擇美國路線的 又有多少呢 那恐怕只有部分的北歐 跟少數的東歐 中歐國家 這個加重起來它的經濟體量 確實不是太大了 你來到的是天下大肆預測 網友提問巴西阿根廷被排入九大會見美國 沒在也守不住南美洲 對了 就是美國的後花源 剛才我們前面已經說了 加勒比海那邊的亞馬加古巴 在曼谷會談之後呢 接著它又跟中國 有了很密切的農情深意 表現在世界媒體上 那就是美國的後花源是真的著火了 可是美國的後花源著火 如果只是亞馬加古巴蛋也就算了 大家會覺得這個小國家嘛 而且啊反正他們只要花錢就行 但是如果是到了南美洲裡面 巴西跟阿根廷 那就不是開玩笑的了 為什麼 因為整個中南美洲裡面 巴西跟阿根廷可是經濟體量的重中之重 而且是糧食生產大國 那這兩個國家基本上可以保證中國 十多億人口裡面 所需要進口的糧食 如果在外加澳洲的話 那麼在2023年起所可能產生了各種糧荒問題 中國就渴望能夠有效解決 而不會在糧食運送上出問題 大家一定想說 為什麼我特別要標示這件事 我提供大家一個思考 是在2022年11月前後 全世界有三個重要的地方 產生嚴重的氣候干旱現象 而產生糧食短缺 外加另外兩個地方因為戰爭 所以少生產了很大的糧食 哪些地方 第一是整個長江流域 在2020年11月居然保持在高溫35度 從上游中游下游 影響的省份有十多省 它產生了糧食短缺 第二是歐洲也產生了干旱現象 然後是美國也發生了 這都是糧食重要的生產區 接下來當然是俄羅斯跟烏克蘭 它本來就是糧倉大國 所以光是這五個區塊 產生了各種狀況 你在2023年想要沒有糧荒 那幾乎不可能 所以全世界糧食的價格 肯定在2023年很難壓下來 而通貨膨上面對糧食的軟缺 想要變得太好也就不容易 也就是像英國 通貨膨上一直在十一 甚至略高 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光從糧食這一個點 就會知道答案 那中國為什麼在巴厘島選擇 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 要排在與它會面的一加九國裡面呢 就包含美國是十國裡面呢 是因為巴西和阿根廷 首先他們在政治上已經相左轉 他們新選上的 巴西的新選上的總統 他已經是信奉社會主義的 重要老牌政治人物 今年都在2022年都已經是77歲了 而他們在糧食生產上又如此重要 更別忘了巴西本身就已經是金磚四國 那麼在南美洲如此 我們來看非洲如何 非洲金磚四國還有一個中華國家 我們絕不要忘了他 那是南非啊 南非在巴厘島上也被安排見面了 和習近平 而且習近平還進一步的提出說 未來啊 集團體應該邀請非洲聯盟 你注意非洲有50多國家 是把整個非洲聯盟的那個組織給邀進來 而不是只要南非 換言之南非以外再邀一個非洲聯盟 如此一來 那麼中國的影響力就大大增加了 大家知道非洲有13億的人口 也就是一個非洲 它的人口量相當於一個印度 一個中國 而且非洲它有很大的其他發展中的潛力 是正在開發中 光是華為賣4G的手機給非洲 就穩住華為它市場上 或者是現金磚上的基本需求 這使得我們啊 在2018年以來 美洲貿易大戰和孟晚舟事件之後 好像華為受到很大的挑戰 在5G市場受到重挫 可是你始終沒有看到華為的 19萬員工被裁員有多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華為力守住好幾個區塊 就包含中亞啦 包含中東啦 但也包含我們此時此刻所說的 非洲 那麼未來非洲聯盟 會不會也跟南非一樣被放到G團裡來呢 非常有可能 因為只要是發展中的經濟體 就值得被放進來討論嘛 別忘了 好我提醒大家一下啊 G團裡的世界是什麼 是 他首先 光是他的GDP的生產總值 這些參加的國家 就已經佔了世界的八成 而且貿易總額佔了七成五 人口佔了六成 你說這組織重要還是不重要 當然 非常重要 你來到的是天下大事預測 據說每商業部G20席間 除了制裁中國60公司 再制裁31家 含長槍存儲 剛剛我們提到長槍存儲啊 那美國老是搞制裁對不對 是的 那美國搞制裁 當然是從貿易上來 可是他真正的源頭是科技 早在2017年啊 世界的科學家 特別是在物理學界 甚至在數學界 就已經預言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是以科學為重心 然後 影響到經濟和產業鏈上 這個預言準不準呢 我們倒帶回去看 從2017 2018到2022年 幾乎可以說完全準確 除了俄羅斯烏克蘭這場戰爭 在1718年沒被預料到以外 其他是全數的準確 而這個戰爭包含什麼 包含是北斗衛星定位 對上GPS 包含什麼 包含是華為的5G 對上了美國要和北歐聯盟開發的6G 包含了晶片四國 要封鎖中國的這些晶片合作生產 那他的合作生產 包含我們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中興 海獅 平頭哥 長江存儲 那麼本來台灣 這幾個晶片重要生產公司 和韓國生產公司 可以和中國有很多的合作 並且把12奈米到5奈米之間的晶片 逐步的把技術或者是相關的製程 放在中國 特別是長江流域到珠江流域這一帶 長三角到珠三角 本來是要做這個重鎮 但是在2022年的10月前後 美國就下了重大的命令 開打晶片戰爭 那麼長江存儲呢 當然在這裡面就變成是一個 被盯上的重要科技公司單位 前面先是華為被盯上 後來是連各種生產檢查 或者生產無人機 乃至於生產軟體像奇虎360這些 全都被盯上了 海康威視啊這些都沒有例外 終於啊 不只是中芯的晶片 是連長江存儲 你知道長江存儲 主要生產是17跟19奈米 都把它給盯上了 那意思就是 美國在這裡要徹底的和中國在做科技鍛煉 他怕的是什麼 他怕的是中國運用平均運算的方式 在超級電腦上 越過美國取得量子電腦的大量 技術上的領先越境 因為確實有資料顯示 在2017年2018年的時候 中國已經有部分的量子電腦技術 還真的超過了美國 這使得美國大為緊張 所以啊本節目給大家報告 2018年之所以發動貿易中事件 以及發動貿易戰爭 還有到2022年所發展的晶片的圍堵 老實講 和美國的科學界還是產業界 有莫大的關係 這裡面還包含誰呢 IBM Intel 高通 Google 還有 Microsoft 這幾大公司呢 他們的老闆一定是站在他們自己的利益 也站在美國的利益 如此一來 大家知道白人的高科技利益 或者美國的白人的高科技利益 那會主導了整個世界 本來的WTO的精神一分為二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整個主題 那60個主要經濟體 會分成三個區塊 20個站在中國這邊 10個站在美國那邊 30個在中間觀望 那麼長江存儲 在2020年11月裡面 一樣被列為美國商業部所要 針對而且下重手給個禁令的名單 也就在這整個體系裡面 油然的被發展出來了 長江存儲都被釘上啊 那你還懷疑其他幾家嗎 那美國之所以會這麼幾家 其實我們再加一個東西啊 因為阿里巴巴啊 也設立了量子電腦中心 如果阿里巴巴這麼有錢的公司 而且現在在中國呢 也做了公私合營 都做了這麼大的突圍 那美國當然就會非常緊張了 好我們呢 還得給大家看另外一個資料是 關於波蘭 波蘭那邊啊 據說他的農村啊 在靠這個烏克蘭地方呢 被炸了一個炸彈 炸了一個導彈 然後呢 烏克蘭就立刻說 是俄羅斯幹的 但妙的是 波蘭也好 或者是北約主要的發言單位也好 甚至是美國也好 他們是怎麼說的 他們的說法是 這應該是誤炸 而且他們覺得可能 還不是俄羅斯 所發出來的炸彈 那我們就說 那是誰發出來呢 就大家仔細研究一下 認為 如果是俄羅斯的導彈 因為我們知道啊 在2022年的11月 中下旬的階段裡面啊 俄羅斯又發動了另外兩波的狂轟爛炸 第一波90多顆 第二波又400多顆 這樣炸了以後呢 你如果說是不小心炸到波蘭 似乎也合理 大家知道 如果要誤炸到波蘭啊 可事情就大了 但是導彈會這麼不準嗎 答案是導彈不會這麼不準 那最大的可能是什麼呢 經過許多軍事專家研究發現 應該是烏克蘭的防空系列 給那個S300啊 給的 給打歪了 因為S300本身太老舊了 大家知道啊 這個俄羅斯的防空體系啊 有這個S100 S200 S300 現在已經到S400 這個土耳其也就買了一個S400 那麼 烏克蘭當然不可能獲得S400 他拿了還是舊的這個S300 當然 通常指這個防空防衛體系啊 這個俄羅斯的這個S300 是不能和美國的薩德 放在一起看的 因為那個檔次不同 因為光是價格啊 就便宜的太多 他可能落差了十倍的價格 所謂一分錢一分貨 如果在軍事武器上落差這麼多 你說他的精細度 或者是完美程度會不會有落差呢 答案是肯定是要會的 那麼烏克蘭這邊 他透過S300的防衛發射 而造成偏移現象 打中破爛的機率 顯然相對就要高上許多了 不過這裡我們可以讀出 另外一個外交世界上的重要意涵 這重要意涵是什麼呢 是北約跟美國都不想要被牽涉到 這場戰爭之中 我們中國我們這一小時的節目呢 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美國和英國所代表的五眼聯盟的利益 或者是 美國所代表他的自己的核心利益 狹帶著由英國經常在歐洲 幫他執行的這種動作來看 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繼續延燒 繼續打下去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也就是美國是有利潤有賺頭的 一來是消耗俄羅斯的體量 二來是消耗歐盟的體量 那麼歐盟和俄羅斯 如果他們少一點競爭力 那麼美國在這裡呢 就可以繼續發他們的 另類世界戰爭財 這是第一個我們可以中間看懂 而第二個是呢 雖然要發戰爭財 任何的戰爭行動 那麼北約盟國會說 而且趕緊說這是誤詐 並且應該不是俄羅斯 其答案就在這整個 大家各自表述的過程中 已經得出答案了 當然啦 我們在這裡還可以看一下 波蘭的態度 波蘭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波蘭的國土面積啊 比英國要大 他是31萬平方公里 而英國是24萬 而他的人口呢 也不算太少 他是3700多萬人口 我現在所說的是在波蘭境內的人口 那波蘭境外的波蘭人還有多少呢 他自己知道是波蘭人 但是他沒有住在波蘭境內 還有多少人呢 是2500萬 換言之自稱自己是波蘭人的 全世界就有6000萬人 從人口數來說 他不是一個小國家 他是已經逼近像伊朗 像土耳其那樣的大國家 而從生產力來說 他也急劇提升 也就是說 他雖然還放不到前25名國家 但是他已經進到前60名的國家 好 那在這裡 波蘭也就成為歐盟另外一個重要經濟體 這話的意思是說 除了德國 法國 義大利 西班牙 荷蘭以外 你應該非常在乎波蘭在經濟上 還有軍事上的表現 好 這裡再給大家補上幾個材料 波蘭他自己 軍事上會採取什麼態度呢 由於波蘭一直和俄羅斯 有長期的軍事仇恨 所以如果是跟俄羅斯對上 他肯定是站在對立於俄羅斯那一面 這就是說烏克蘭戰爭和俄羅斯之戰 他一定會協助烏克蘭 但現在的烏克蘭局面是什麼 應該說 2022年11月底的烏克蘭局面是什麼呢 他已經有1000多萬人面臨 沒有電可以用 這是因為俄羅斯在第三階段的整個攻擊 跟軍事採取態度是什麼 是把他的基礎設施給打掉 特別就是電力供應 如果你沒有電 或者你沒有能源可以用 你要繼續挨過 2022年11月12月 或者是2023年1月2月3月 那是有高難度的 因為冷 因為你沒有那麼多的木材 沒有那麼多的煤礦 就地可以去取暖 那麼這樣俄羅斯 採取的是這種方法 而烏克蘭要面對這樣的窘境 但是美國英國也希望他繼續打 請問各位 這是會是個什麼局面呢 這也就是說大家是準備犧牲烏克蘭 而讓世界的局面 維持在對於某幾個大國 有特殊優勢的所在 那哪幾個大國在這裡可以取利呢 第一個當然是美國 那美國能取利 英國就能取利 這都是世界前10名的大國 這是毋庸置疑 那麼接下來回過頭來 來到我們剛才所說的波蘭 波蘭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你要把它列在歐洲的 歐盟世界裡面的重要經濟體 而且不管從人口來說 或者從它的經濟體量來說 或是軍事體量來說 都是重要的 再補充一個資料 如果從整個歐盟國家 的人口絕對值來講 那請注意 它可能是德國法國以外 還有義大利之後 人口很重要的大國 因為剛剛已經說了嘛 它直逼六千萬嘛 而且自己直接在國內 就有三千七百萬嘛 而這樣的大國 這樣的一個歐洲的重要量級國家 放在這整個2020年的年底 和整個俄羅斯跟烏克蘭的 戰爭格局裡面 它選擇什麼樣的態度 它選擇說這應該是一個誤炸 而且它炸死了兩個農民啊 既然炸死了兩個農民 它還選擇說是誤炸 顯然 波蘭也願意採取一個態度 就是讓這場戰爭繼續打 繼續消耗俄羅斯 而且繼續讓烏克蘭那邊 當大家的顛背 那麼波蘭的能源怎麼辦 它會說那波蘭不是也會面對通貨膨脹嗎 是不但如此 波蘭還接受了大量的烏克蘭的難民 在這裡烏克蘭確實是有受到波蘭很大的幫助 而波蘭它的能源要來自哪裡 它有另外的管道去接上了俄羅斯的天然氣 這也就是說波蘭的天然氣問題 並沒有絕對我們所想的嚴重 反而是它接受烏克蘭大量的難民 這可能才會造成它整個國家經濟上的巨大負擔 可是它寧可選擇這個負擔 也要繼續讓俄羅斯被消耗掉 那整個世界格局 從G20到APAC 到2022年年底的俄羅斯烏克蘭戰爭 我們看出什麼樣的局面呢 這個局面是俄羅斯幾乎必然的面對 它的體量跟它整個政治能量向下下降 也就是說它會向下調降 它原來它的世界地位會往下降 在這裡還得出另外一個結論 那就是普京應該是已經選擇放棄使用核子彈 即使是戰術型的 它也放棄使用了 那核子彈既然放棄使用 那對大家來說 就沒有太大問題了 那麼接下來問題該是哪裡呢 是頓巴斯克克里米亞 到底最後會歸誰 這個部分叫做放心為愛 因為這對於俄羅斯來講 對於烏克蘭來講 都是十分重要的地盤爭奪戰的所在 好我們既然了解世界格局 已經走到了這一步 那麼我們可以說 中國在巴厘島上 在曼谷的世界裡 它其實已經開拓了一個全新的格局 而未來從中國過去與俄羅斯共同領導的 這個120個左右的國家 這個局面將改成以中國作為主要領導國的局面 換句話說 美中領導的格局 已經在2017年科學家們所預測的世界中 真真實實的從2022年的年底 真實的到來 而且它已經各自展開它綿密的布局 誰勝誰負 在前60名的經濟體裡面 多少人站在哪一邊 以及它總體的經濟體量是多少 大家可以回家拿著算盤 或拿你的電腦或拿你的手機 輕輕按下按鍵 就會知道這個答案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一週會進一步的 就科技大戰和量子電腦的部分 給大家做更精細的新世界產業鏈 和工業5.0的重要分析 感謝你收看 來 來 準備 主播就地位 我們準備進現場 好收到 怎麼口氣味道這麼重啊 啊 忘記我剛剛吃了韭菜鍋貼 等等還要面對來賓怎麼辦 啊 還好我有水神漱口水 水神漱口水即時救援 有效抑制異味 哇剛剛的異味都消失了 導播我準備好了 水神漱口水呢 成分單純無添加 幫助口氣清新 維持口腔健康 而且有國家品質標章的認證 在你刷牙的時候 漱口的時候都可以有效輔助 清潔你牙縫間的死角 怎麼買呢 中間快點購平台就可以買得到喔 而且是全通路獨家販售 記得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010會有優惠喔 加上了 另外一張 去問一下 整個 有優惠